无人机又成了中美论战的话题 与其现在吓唬中国 还不如让各国战前早下顶单 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罗小飞 这两天美国对中国又拿出了一个恐吓态度 要求中国不得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援助 否则要对中国采取各种措施 这两天为什么突然有明显的情绪变化呢 是因为美国人感觉 俄罗斯方面不是向中国寻求武器装备援助吗 这就让我想起来 很早以前就说过 中国要给俄罗斯提供武器装备了 当时我们外交部说俄罗斯是军事强国 不需要中国的武器支持 不过俄罗斯说的不需要 可不是什么都不需要 有些东西它特别需要 因为战场上无人机就特别有用 根据美国的猜测 俄罗斯考虑向中国购买的 有可能是各种小型无人机 因为大型的我们不卖 按照中国现在的出口管制规定 只有足够小的消费级无人机 我们才能够出售 而俄军最近在网上也公布一段视频 是俄军士兵一个小分队 用一架中国无人机 俄乌双方都买过中国深圳道通 咱们以前说过这个型号 这个无人机在俄军步兵头顶上进行侦查 观察行进路线周边的情况 要知道在这种环境下 无人机上面有没有热像仪是特别关键的 目前热像仪是战场复杂背景下 去发现人和车辆的最好手段之一 而道通无人机相比于别的品牌 正好是发挥了随机携带热像仪的优势 另外我看乌军还买了一批 也是道通的EVO Lite无人机 这个型号虽然戴的不是热像仪 但是用的是微光夜视 我看了一下用超算法进行计算的时候 对画面进行加强 然后那个效果应该是在0.1 lux兆度情况下 让画面近似白天效果 这种夜视效果 清晰度和观察距离 是足够让乌军在夜间伏击俄罗斯军队的 而俄方没有公布过 自己手头上那些道通无人机 所捕获的真正的乌军图像 但是毫无疑问 对乌军士兵而言 有这些道通在天上飞来飞去 用红外热像仪到处搜索 隐蔽射服难度是比以前大很多 美国一直对这些无人机特别敏感 认为中国无人机一定会大幅度增加乌军的伤亡 当然美国说的可能不仅仅局限于这么一个品牌 但是这种敏感等于给战场上出现的 每种中国无人机都做了一个免费广告 但是美国的态度是非常不好 怀疑中国未来可能向俄罗斯出售武器 这个确实是没有依据的 既然中国政府是严守中立 那么我们肯定不会直接向交战的任何一方提供武器装备 至于说俄罗斯视频中出现的这些道通无人机怎么来的 其实战前的新闻就说得很清楚了 第一 这些什么EV OdeLite也好 Nano也好 这些新型无人机都是战前购买的 都不是现在紧急向俄罗斯发的货 而且战前乌军也拿到了同样的道通品牌无人机 也是当地人战前用捐款买的 唯一区别就是这个使用视频没有公布嘛 第二 这些无人机都是民用的 我们可没有当武器去卖啊 当然我们也管不了用户拿去之后干什么 这个不能算是俄罗斯要求提供军事援助 再说了 就算我们没有卖给战场双方 也会有其他人买了之后倒卖到俄罗斯 或者是乌克兰军队手中 只能说我们无人机性能实在太好 其实美军自己啊 也没少买中国无人机 路数都一样 就是当做民用器材买回来 然后改做军用 既然大家都这么喜欢中国生产这些民用器材 大大方方买多好 通过这次战斗呢 美国人也预估 未来各种无人机销售会更火爆 除了大型的查打一体无人机 各种微型无人机也会成为未来车队步兵 最重要的战场感知手段 更小更安静 传感器手段更丰富 都有可能成为发展方向 而各国客户有什么需要的话 只要往深圳跑一趟 就能够实现各种设想 尤其是觉得自己身边不安全的那些国家 不要临时抱佛脚 毕竟设计采购装备部队 使用培训日常训练都是需要时间的 所以下单越早越好 而且也省得真打起来 到时候我们不好发火 另外我们还要提醒一下 外军在做无人机设计的时候 很多需求真的是非常贴近实战情况的 我们就应该对外军这些要求加以关注 这样我们自己军队使用小型无人机 微型无人机的时候 特别是设计的时候 就能少走不少的弯路了 好 关于俄乌战场上 中国微型无人机的表现到底怎么样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 欢迎来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 我们下期再讲 我们下期再讲